15年2月3日,记者来到苏女士家采访 一进门,苏女士就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家发生的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 这就这几年了,就结婚四年,就这四年 就不理我,不理我就不理我,你别跟我打架就得,是不是 原来苏女士的儿媳嫁进苏家四年,居然没有开口叫过一声妈 这让苏女士十分痛苦,也让记者十分的费解 这个家庭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不理我,四年了没理过我 还都四十多 就给改口前叫过我一声妈 从此以后再也没叫过 没有 来,推一下儿媳妇的话 女士你好 这位是您婆婆对吧 是您妈妈 我不承认她,我不承认她是我妈,我就有一个妈 为什么这样说,她不是您爱人的妈妈 我不承认她是我妈,她不是我亲妈,我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妈 要不叫婆婆也行,您叫过她吗 我没叫过 为什么 那得推到我2010年5月底或者是6月初那一会儿了 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件事,对您婆婆产生了非常大的意见是吗 对 从那以后您再也不叫她了 对 那我想问一下您 姑娘,您在家里头,那怎么称呼啊 不说话 撞头都不理 对 当主持人问到儿媳侯女士为何四年未曾开口叫妈的时候 侯女士现在十分的激动和愤怒 那么究竟她们之间发生过怎样的矛盾纠葛呢 怀孕了不是,就趁着我盖房了,没看着她 她觉得是这原因,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 她坐月子包括整个生产期间 坐月子我我伺候她 怀孕期间没怎么照顾她 我农村我也不是城里的,我说不吃饭,不干活 来推一下女孩发生 这位女士,你好 嗯,你好 婆婆刚才说是因为您在怀孕期间 但是婆婆当时要盖房子 没有时间顾得上,您照顾您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筹办婚礼的时候 那也就是当时您还没有结婚,对吗 对 一会儿已经是把结婚证领了 在整个筹办婚礼当中 您对婆婆她们有如此大的意见 是因为她们不按照你们的意愿去办吗 还是因为什么 她都没跟我商量过 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 包括婚礼公司都是我自己找的 贵纳起来就是说 婆婆她们在您结婚这件事情上 没有出力 然后也不尊重您的想法 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最起码 就是最起码 婆婆婆应该尊重一下 我父母的意见 最起码应该上门问一下 我父母就是对 我们俩结婚这件事 婚礼应该怎么办 应该上门去问一下 但是没有 那你让我怎么想呢 在结婚之前就已经 她没跟我提过 她也没跟我说过 订婚礼 连天连天结婚我是去了 是不是 我该给多少钱给她了 给她多少钱给她了 别的她也没跟我说过 她一去心想 真的猜不到 结婚在你们当地办的还算可以吗 饭馆 这些所有过程 真的是如你儿媳妇所说的 没有经过她的 有没跟她商量过 也没有经过她 那我们家搬身 那你说能跟她家去 杀杀人拿钱是怎么的 跟她奶奶不懂 她爸她妈都不在 不出面子 您的考虑是说 这边都是我们家亲戚 对 自然又有我们家的张罗 对 那女方加班的时候 跟你们商量了吗 没有 好 推一下女孩的话筒 婆婆说的是不是也有点道理 因为毕竟是南方这边请客 可能他们自己来做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她有个姑娘 马上要出嫁了 那作为 就是作为南方来说 是不是应该上赶着 跟女方家去说一下这事呢 按常理来说 按老理来说 是不是应该南方去说这个事 我想问问您当天 您婆家这边办婚礼的时候 邀请了您娘家人来吗 就是应该是有一天 去我们家给了我一万一 一万零一块钱的那天说的 是谁说的 我婆婆说的 那不就结了吗 那你婆婆其实已经正面的 跟你娘家人说了这个事 对 那细节呢 两个人结婚 不是说我们俩 是两个家庭的组合 对吧 您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娘家人应该 跟你婆家人一块来商量这个事情 这往后就没下文了 您娘家那边办酒席了吗 办了 请客了 对 具体的过程 跟你婆家商量过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事 应该是南方先说的 也就是在您心里 有一个您自己评判的标准 对不对 因为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都是应该是 那个婆婆 公共婆婆 主动过来跟 哪怕就是电话说一下 您认为您婆婆 还有哪些细节 没有做到 您想要的那些细节 包括婚庆公司呀 婚庆公司 对啊 那比如说你婆婆说 找了这个公司 您妈妈说不行 那这个问题如果说最后谁来决定呢 最后我决定 你决定 对 好 那也就是其实您正来正去的 并不是说您父母的感受也多重要 而是你的感受非常重要 对 这些心理活动您至今应该是今天才知道的吧 对 您跟我说说当时婚礼详细的过程 详细的过程 都是她找的 依着她呀 不依着她 她不是浪浪打架 请婚庆一条龙 她就做了主呗 是她定的 她定的 那不就充分体现了她的主动权吗 是 那不是那么不就得了吗 你这个也是我们花钱不一样吗 她跟我说着 然后就自己做了主 我说你去找我这东西 这不得达到你的满意吗 是不是这道理你说的 那推一下女孩话说 婆婆说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最后刚才您自己也讲了 婚庆公司也是您定的 那其实都是体现着您的这个主动权 那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我想问一下 结婚是我自己的事吗 第一不是我自己的事 所有婚庆公司 这个事应该谁来跑 不是说我那会儿怀孕三个月 我来跑 东西不应该是我去买 床单备照 这些都应该是谁来 是婆婆必须让您去的吗 还是说 那我不去的话谁去呢 你爱人呢 在家睡大觉 晚上干活 好 先生先生来了对吗 好先生你好 你好 当时在筹费婚礼这件事情上 你有没有跟你的爱人一块去商量这个事情 是商量之后的吗 还是说您真的是什么都不管都推给他 没有他也没跟我商量 婚庆公司他自己找的 他也跟我说了 我说那你就看上定吧这东西 是不是 也就是您其实是一个不太管事的人 我因为我是夜里干活 白天应该就是睡觉 不过你说这东西也没办法 他来回跑说话我也心疼这东西 不是说我不体谅他真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件事情在他心里头已经落下了一个阴影 然后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这个说实话真的 没有说太多的考虑真的 没太多考虑 对 好 其实操办一件婚事 特别是在你们当地来说 这应该算是 都男的这家操办的 都自己欢 不能跟人家说 你拿钱是怎么够 所有的钱都是你们家花的 对 来人咱们不远就得定 来几桌人咱怎么预备 来是长辈是平辈的 咱得都得陪着是不是 他们是请客请了多少桌 20桌 20桌 娘家来了几桌呢 我都忘了三桌 三桌 我觉得这个婚礼就是象征着他们家人对我的态度的问题 您从当天亲家的表情啊 包括他们的表现来看 他们对这个婚礼满意吗 您觉得 我觉得他没说不满意 满不满意是目已成舟了 只能这样了 当天就叫了一声妈 给了个改口费 对 出了饭店就再也没叫过妈了 这四年没叫过妈 你叫妈我这还得看着孩子 做饭 起算我还得下地干活 钱是我 那横说你说你们得吃饭吗 你们谁交过我钱 谁倒立 生活费也没交过 在节目现场 婆婆告诉我们 儿媳妇过门四年来 对自己缺乏尊重 婆媳二人常年互不沟通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还要照顾小两口的生活起居 帮助二人照看孩子 但是更让婆婆伤心的是 儿媳妇经常因为琐事和自己争吵 甚至报警 而且每次报警的原因都让婆婆觉得匪夷所思 就说刚前那个不到一个点时间吧 两人抄着我也不管 两人也不知道用人让我儿子说 可不说他一句什么 这有病 他就说我哪有病 我哪有病 嚼着半天 早晨还嚼着 嚼着完我就说 我儿子起来 喃喃喃也说话不好听 我说你说话不会好说 我妈说话跟吃枪药 您说你儿子这个 我信我儿子呢 回头他 我儿子那个孩子就出去送孩子上学 他没说他儿子跟吃酸药似 我妈早上说一下让我赶紧洗 他后来走 我儿子早上棒棒摔三道门 我就说抽什么疯 我就觉得 你干嘛这摔门呢 他老手手机没拿 然后就回家了 一会儿跟我回来 咚把门都拆开了 我说你干嘛摔门呢 我摔了怎么着 我摔了怎么着 你还杀了 我都去报警了 因为什么报警 报警说我杀的 满大爹长的说我杀的 他就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当时出于自我保护意识 所以我报警了 他报警说您要杀他 对 您当时的确说了这样的话吗 我没有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那他要那么说 我有什么办法 我就说你干嘛摔门 我摔了 我摔了 那你还杀了 我这就是打电话 说我杀的 满大爹长 我说我杀的 我要不跟警察说 他要杀了我的话 他就那个 警察就不会来 那警察来的时候 怎么调解的 调解完了 你说咱们给我陪 不是 我说你别在他脚的脸 他不给我陪 不是一回十回得这样 吹响女士的话筒 女士你好 我听你婆婆讲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到 可以报警的 这样一个冲突的地步 那我现在问的一个问题 我超过权长人 我当时这么多人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本人是嫁给苏云宏 还是嫁给苏云宏的爹妈 我是跟苏云宏的爹妈过日子 女士要不这样 我请您到现场来 可以吗 此时 将到与婆婆之间的矛盾时 侯女士的情绪 显得十分的激动 并表示 要上场 当面与婆婆对质 婆媳之间 面对面的对质 会让我们了解到 这个家庭矛盾背后的真相吗 你们这个问题 跟我刚才问您的问题 有什么关联系 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咱那烙饼调课 换个人思考一下 如果她儿子在我们家住 发现了口角 当然我的父母 不会出来管 不管是头天晚上 还是第二天早上 她肯定不会出来管 你得说 你把你自己翻个盾 你考虑一下人家的感受 她不这么想 但是您对于婆婆 出来说这句话 就觉得婆婆话多了 对不对 不该掺和你们俩的事 那我想问一下 所有人 是我嫁给她儿子 还是嫁给她们全家 我想请这两位女专家 回答一下您 这都是做了儿媳妇 做了一辈子的儿媳妇 来建一老师 您回答她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 从我的角度 我认为我嫁给了 她们全家 这是两个家庭的事 因为我跟她父母 关系搞好了 我父母才能高兴 这不是一个循环吗 那好 那我问您 如果说我父亲住院 他有没有义务 去医院照顾 他有义务 但是取决于 你跟他父母怎么样 就是说 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就我跟我夫婆好 然后我爱人 才会跟我父母好 就是他这些 有良好家义好的事 好 那其实王老师 王英老师 你呢 你也是个儿媳妇 对对对 我是这样 你认为你嫁的是 你老公一个人 还是嫁给全家的 我是觉得 我是嫁给我老公一个人的 但前提是什么呀 第一个 孩子没用我婆婆看 我自己看 然后呢 我所有的钱 没用我婆婆过 花过一分钱 我都自己花 然后呢 自己挣 房子 对房子 我没占他们家 想话一厘米的地方 都没占过 我自己买的 硬性 我可以说 我就嫁给他一个人了 你呢 你就想想了 您觉得您是嫁给了这个家 我是嫁给他本人 嫁给他本人 对 就是我从进他们家门 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是自己挣钱 现在您的孩子 谁帮你带呢 大家一起带 就是其实还是 没有完全做到独立 还是有时候 需要婆婆帮马手的时候 对不对 这可以不用他 我可以去冲整痛 他老挑老人的女儿 谁能跟我长久走下去 是我老公 不是我父母 我父母是养育我的人 你说的非常对 那也就是 其实您对您老公 是不满意的 在举办婚礼 筹备婚礼这件事情上 是因为你老公的力度不够 你老公的能力不足 所以导致上 婚礼办的 不是让你满意 对不对 对 也就是你一方面要求说 我们关系没有来 结了婚过 我们小两口的日子 但是首先 你有没法独立 另一方面呢 你要觉得那个婚礼呢 是公婆办的 没让我满意 不是 是这样 我要 我想独立 但是他 他儿子不独立出来 对啊 那你关你老公啊 前两天朝着说分开过 他不分开 然后死都死我家 他妈呢 其实可以不管的 您说别人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 您这会 爱结不结是你们的事 再说了怎么办 你们有能力就办好点 没能力就差一点呗 您说是不是 但您刚才的逻辑 推到里面说 我在他们家 到底谁把我当回事了 我说婆婆 他们站出来 办这个事 就已经很把你当回事了 那只不过你老公 怎么把我当回事 就因为这样 就是这样 就把我当回事 因为在我身边 所有的人当中 包括我家里边的人 我 我叔叔 我姑 所有人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父母 就是我爷爷奶奶 是怎么给他们筹办的 人家也是这样 真的 你看啊 您刚才也认同 说是你们俩的事 婚姻也是你们俩的事 对不对 现在他妈 其实是个帮手 就帮着帮着吧 帮了倒忙 帮出了毛病 婆婆上来以后呢 就出了一件事 就是那天12月底 2014年12月14号晚上 事情起因是因为 我在擦地 然后孩子躺在床上 孩子说我想爸爸了 我说那你就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回来呗 给他说 他是找他一个朋友去了 应该是十点多 还是几点 给他打了 不下十个电话 最少不下十个电话 他一直没有接 洗澡就没有电话 然后我给他一个弟弟 发了一条微信 我说你把那个人电话给我 然后他也没 然后他也没跟我回 然后等到十点半的 去后还是几点啊 我老公当时 跟我回了一条微信 我说你问人家电话干嘛呀 大哥内容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他问我 他说那个 他说我有病 我查他 他给我弟弟和我大哥 给不少人打过电话 那会是几点钟了 十一点多吧 十一点多钟 孩子睡了 我想共同婆婆 肯定也睡了 那怎么后来 从你们两个人矛盾 演变成了 又跟婆婆的矛盾了呢 第一我觉得 如果说要是 要是按正常人的理论来说 就给我 公管是给我回电话也好 回亲戚也好 前提问我 你打电话有什么事 不会说是因为那个 说那个我有病了 我查他 那这样掩耳道零的意思 他在外边肯定有人了 他跟我身边 所有的朋友 都打了我灵话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弄孩子 因为时间已经紧了 我脾气急 说什么话 我都爱人 这肯定是我不对 因为我就是这性格 然后我婆婆 就从外边进来了 就是站在厨房 那个位置 那里边吧 就说 大早上起来 跟吃枪药 似的 等等 然后这会儿呢 他儿子也起来了 跟我呢 也是这样那样的说 我妈早上说一下 让我赶紧洗 洗送孩子去 因为当时 我是跟孩子在说 但是你的声音的确很大 对吧 当时我态度也不是特别好 筛门 筛门了 棒棒 筛筛门到门 我是使劲关了 是外边客厅的门 然后当时警察也在 当时 当时警察也在 我给他演示了 怎么叫筛门 你打电话给警察 对吧 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说我婆婆要杀我 婆婆的确说了这样的话吗 她没有 如果我 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 警察不来 听他了吗 因为我家就因为婆婆和儿媳妇之间干账 叫了警察 这应该是三次了 婆婆没有说这样的话 我干什么要这样去说呢 咱俩这种距离 如果说你要是跟我 嚷 跟我是跟我说的话 那你干嘛不站在那儿 就站在跟我嚷 站在跟我说 你干嘛还咄咄逼近呢 出于 对 所以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 我打电话报警了 打了电话报警 我让我去他婶 去他婶他家了 我那意思就是让他婶来 求救他婶 让他婶 我就跟他姓门 把他婶家门推开之后 就说 说婶 我婆婆要杀了我 当时他婶来 那你报警 然后就从北边绕过去了 绕过去之后 我老公那车站 停过来 停过来 他什么话都没有问我 那你知道 你这个行为是什么吗 我知道 你刚才那叫报假案 我说的严重一点 那叫诬告陷害 你任意去陷害一个人 去杀你 杀人是刑事犯罪 你懂吗 我懂 你现在的时候 这个行为也触犯了法律 你懂吗 我懂 你一定要明白 这个案不是你们随便报的 但是从你这句话呢 而且你在这儿 毫不避讳地讲出来 我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任性的女孩子 也就是我的气来了 我必须要把她杀出去 我不管用什么方式 一定要杀出去 是这样吗 那问题如果说警察不来 这个问题也许持续到一天 也许持续到两天 都会都会这样下去 不是说我和我老公之间 这样持续下去 我和他家里 他爸爸 他妈妈也会这样持续下去 如果还是那句话 如果就是说 像咱俩这个位置 他站到原地不动 我不会打电话报警 好 那你们俩站起来一下 麻烦你们俩 站起来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一旦这么近的距离 真互相的发生冲突 吃亏的可能不是你 那为什么不是我呢 你看看个儿啊 看看状态啊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您年纪轻 又壮 您觉得您会吃亏吗 我觉得我会吃亏 因为是之前 因为当时我觉得 当时那种场景 我就是觉得二对一 然后如果说 我老公他爸在家的话 应该是三对一 从始至终就是这样 那你告诉我 当时你老公做了什么 就是警察没来之前 他打了我 除了我到他门走呢 警察没来之前 就早上起来 他打了你 对 你老公 对 就当天打的 警察没来呢 就到了他了 然后那会儿 我伯伯还出来 还在说 我其实他已经 我老公本来 本来就没想动手 就由于我婆婆出来说 不停地在这 叨叨叨叨叨叨叨的 在这说 所以我老公动手打了我 您这叫说瞎话 那说话得挺良心 那您看我说事实 然后这边说我说瞎话 那您让我怎么说 我出去你说什么呢 走到哪儿 我都得说 我就出去那么一会儿 我什么都没说 我想确认一下 现在到这儿来为止 能不能说实话 如果不能说实话的 那就这样 日子就这样豁下去 如果能说实话 大家都要把实话说出来 我一在说实话的时候 他们家所有人都过来说 我胡说八道 也至于现在我娘家都说 我胡说八道 那请问这日子怎么过 你是这样啊 第一个呢 就是我听了你很多道理 我相信你认为你所说出来的道理 是正确的 而且你认为你的这个推理呢 是合理的 我认为结婚呢 肯定是那一个人 但是因为这个人呢 他周围有很多关系 于是乎我们跟他结婚呢 就跟这些关系 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 这我可以理解 这我明白 可以理解了 好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丈夫是我们自己选择 还是国家分配的 自己选的 自己选的 好的 他的问题是不是就是 应该是自己来负责 而不是由他的父母说 你没有爸孩子教育好 所以当时他骗了我 而是我自己当时没有认清楚 所以我选择了他 这概念能理清吗 这概念能理清 好的 您说老公呢 是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那么要买这些床上用品啊 我一个人去弄 按说他的爸妈应该出来 这是您的前面讲到的一个例子 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买这些东西 我那些就是筹备 但是刚才你是这样说的 就是他们自己家里边那些事 就是他们家应该出面来 对 参与到这个世界来 对 可是你说我是跟一个人结婚 还是跟一个家庭结婚 您看这就两个头了 是不是这样的 你上来说了一句话 你说烙饼颠个是吧 对 你刚才上来说了一堆 他对我怎么样 他对我怎么样 我想问问你 你对老人家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 其实就是我们老生常谈一句话 那这个因果关系 这个因从哪倒 是应该你先做到 还是应该老人先做到 我是一名律师 我经常我们会讲一句话 叫做权力义务要对等 对吧 活不得人家付出了 给你喀了孩子了 我认为人家就有权利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说一两句话可以吧 可以 但是这事 那你旅行为那你 有吗 他不如这么想 今天你请我吃顿饭 吃完饭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味道一般 我把你批评一顿 然后最终你会问我什么 你会责难我什么吗 你不会 你知道最终我会说句什么话吗 谁让你让我吃饭 我可以不吃 你生气吗 我当时会 但是过后我不会 那我问问你啊 在你内心深处 你有没有一个道理 你认为我应不应该感激你呢 那是那是你的事 你先问你 你说告你应不应该 你认为我应不应该 因为我觉得那是你的事 这是我的事情 对 好 我来我来解释一下 你刚才说那句话 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啊 是因为你刚才说了 婆婆给你看孩子了 你现在告诉婆婆 你可以不给我看 人家已经给你看过了 你要有份感激 你刚才说了 说我是独立的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婆婆 你跟婆婆发生了矛盾 婆婆还在给你看孩子 这就是一种 我就我就不知道 我就说真的四年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 他们家 包括他本人 有没有从内心的接受我 为什么要接受你 接受是个自然的状态 不是因为你是符号 不是因为你是我儿子 不是我就要接受你 是我不得不接受你 为什么你太好了 是因为这样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是有根源的 那会我老公 他就在我之前 我们俩认识之前 然后他家里边人 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但是我老公对他不满意 然后我的同学呢 给我们俩认识 就是让我们俩认识了 我们俩接触一段时间 感觉就是彼此还还可以 同学又没在一起了 这东西 然后这时候应该是 过了一天还是两天 我老公就是当时 他出于这种身份 他跟我说 他就是内心很 怎么说呢 就是很矛盾 你这边谈女朋友呢 你妈这边跟你说一下 说话你心里边 也有矛盾中间 因为他们家里边 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他父母还非常满意 然后对于我来说呢 不是很满意 这跟我母亲没有关系啊 这事情啊 又从你娘家 又跳到了 当时谈恋爱的时候介绍 我知道为什么这么乱 是因为您心里 有好多想跟我们说的 对不对 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们慢慢来说 我也知道这个婚姻 到四年 今年是第四年 有很多让你觉得 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现在呢 形成了一个跟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 比较僵持的一个局面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 他们家庭之间的矛盾 主持人决定 先让婆婆到观察室内 那么单独在场上的侯女士 又会有怎样的讲述呢 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又如何呢 这是否是导致 与婆婆之间 不可调和的矛盾的 最终根源呢 你这个老公 是你非常满意的吗 在所有事没发生之前 我觉得应该是我比较满意的 刚刚认识那会儿 我记得她就变成这样了 只是保留了一个 刚刚认识的 对 那个阶段的美好的一个印象 然后之后 等等一系列发生这个事 我觉得她所有的事 都会依赖于她妈 那你后来为什么选择要嫁给她 因为我进他们家门 她父母给我第一感官 就是一个普普通的农民 这样我觉得 这个家庭挺好的 跟我上一段婚姻的家庭 相对比起来 会稳定会踏实 那会儿也有皮 我也吵架 会一点点哄 没事 那段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 那段婚姻维持了 差不多有三年吧 三年 第一次结婚的时候 只是领了一个结婚证 没有办婚礼 多少时间走到这段婚姻呢 一年 当时我同学给我介绍的时候 第一眼看她 说来了 没有现在像这样 穿得特别利落 但是我觉得可以踏实 你觉得她是一个老实人 对 然后去她家见了她父母 也觉得都是普普通的农民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 这一家人应该性格挺温和的 对 有时候可能能接纳您的 一些小暴脾气 对不对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事 可以拿到桌面上来 大家一起来分享 是这样 嫁到这个家了 必须融合这个家 因为在我的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我父母从我小的时候 四五岁 已经就离异了 你是跟着你妈妈 还是跟着爸爸 跟我奶奶 爸爸妈妈各自成家了 是吗 我不知道我妈 现在什么状况 我父亲已经成家了 所以后来很多问题 其实当你出现了 生活当中的一些 想去排解也好 或者想去倾诉的时候 只能跟你奶奶说 我不跟我奶奶说 那怎么处理呢 有的时候 我就自己盖着被子 哭 哭完了之后 就感觉 哎呀 放松了 然后接着去爬下来 再去干这个事 那个时候 你就学会了 要去坚强 要去 用强硬的方式 来面对所有的困难和问题 否则的话 当讲到过去的生活时 侯女士第一次流下了泪水 我们终于看到了 侯女士柔弱的一面 侯女士告诉我们 因为父母离异 她从小就在奶奶身边长大 在情感上缺乏父母的关爱 只能选择一种强硬的态度 来面对身边的生活 保护自己 结婚后 她也将这种强硬的处事方式 带到了婚姻当中 这导致了经常与婆婆产生矛盾 并且不能够妥善地解决 2011年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我跟我婆婆打架 那次又是因为什么 比如说像刚才我婆婆所说的 是因为她盖房 因为当时我们家面临着拆迁 你们家是你娘家 对我娘家 我娘家拆迁 当时用我的结婚证 然后准备证做了东西了 也就是说面临着 我有一套房子 但是我父亲身体不好 我就是从内心 我都没有想这件事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房 我父亲 我奶奶还活着 我爸爸的妈妈还活着 那理所当然 应该是我爸爸来继承 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这个房 是我奶奶亲手盖起来的 就因为这样 然后我婆婆就开始盖房 盖房吧 我跟她家有什么关系 婆婆看到你娘家拆迁了 因为拆迁获得了一些利益 所以她这边就赶紧盖房 没管我认为没关系 我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我不知道她那件事 她给我的感觉就是 既然你家拆迁了 我那边盖房 你肯定会要 我要搬到我 就是所谓我那套房子 从里边去住 生他孩子也会去那边 去坐月子 或者怎样 反倒回来之后 我没有 她是她的想法 我真不知道 就是你猜测你婆婆 对 你可能有一些 她内心有一些想法 对不对 2010年猴女士父亲的房子拆迁 猴女士向父亲提供了一家的户籍证明 本以为会分给自己一套房 结果父亲并没有把房子分给猴女士 没过多久 猴女士婆家也同样面临拆迁 而此时猴女士刚刚怀孕三个月 正是需要静养的时候 就在这时 婆婆家开始了大张旗鼓的盖房 这让猴女士认为 婆婆是有意想将自己赶到父亲的拆迁房去居住 这更加加深了她对婆婆的敌意 在所有事没发生之前 我认为我婆婆是一个很本分的农民 但在所有事发生之后 我认为我婆婆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会经法计算 但是她在算你的时候 她从事还会告诉你 我在算你的 我撑着我算你你家的妈是 她算你你什么了 算你我的房 只是说出个族意 是我儿子就算你 还说你我你当婆婆的 她直接跟你说过这个房子吗 已经说得很明显 她怎么说的 孩子刚上来之后 我爸爸给我房 我要跟我爸打官司 你爸爸不给你房 对 他爸现在一直就租着呢 好多人都在我耳边说嘛 说这套房应该是归我所有 因为当时呢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好多人都来说 他爸愿给改 我也不愿意去住啊 我把我家 我爸爸给我房的事儿 然后跟他书 跟他大爷说 然后跟他大哥说 跟他大姨哥说 就是他大姨的儿子 说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你可以帮我解决 你掏钱吧 打官司 收败了就是需要钱 我不知道他提出他爸 法律援助 这个人家没法援助你 不在法律援助范围之内 这个事情 你婆婆这么做 她是在帮你啊 她把你当自己人啊 可是我们家已经成一国洲了 你说你帮的吗 她说你是坏事儿 她说你承认他家房子 你一有没办法 倒过来想 如果说我婆婆的婆婆 有没有说把我婆婆娘家的事儿 拿出来跟所有人来说 那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怪你的婆婆 不该跟他们家去说这个事儿 仅此而已吗 对 这叫算计是吗 您认为 我觉得不应该去说这事儿 如果说你要掺和这事儿来 那反过来 我的父亲会怎么想 我的母亲会怎么想 好 您认为他掺和进来了 对 我帮你干嘛 以后我就不管了 人家都都不管了 他就知道我爸不给我房 然后我们时间上打官司 具体什么事儿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事情他传完之后 对你的打官司这件事 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反的 反过来之后 我爸就更是 我就是不给你这房 你按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我上面还有我老妈呢 我老妈什么时候说这房 给到你这孙子 就什么时候就给你 你会认为是因为 你婆婆到传这个事儿 导致了你的亲爸爸 就是加剧了对这个事情的 一个反对的一个看法 对 所以他更不愿意给你了 对 我就没想见了他那房 后来这个房子怎么处理的 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 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下文了 你也没起诉他 没有 只是说说而已是吧 对 那我想问一下您 您怎么知道你婆婆在传这些事儿呢 您怎么知道是你婆婆 我亲耳听到了 你亲耳听到他跟谁说 那天我是在我们那屋睡觉 弄孩子 我老公的婶 到我们家来来说这事儿来了 我听到了 您听到的是什么 我听到就是他 就是他在说我们家房的事儿 我觉得这个作为婆婆来说 我要是婆婆的话 我肯定不会去 满街说这事儿 因为我觉得这事儿 跟我没关系 只不过就说他分了房 他有房 咱就说是这了 是不是 说不老人愿意说这东西 我也拦不住我这东西 前期采访的时候 我听我们编导说 你告诉我们编导说 你婆婆在鼓动你 我以为说你婆婆在这里面 有个推力 她鼓动你去你娘家去要这房 从2010年6月18号之前之后 这段时间都可以盖房 因为那会儿 就是那个非宅基地 已经是大家都盖了 为什么他们家没有盖 那谁不盖啊 家家屋全盖 为什么要偏偏等到 2010年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盖呢 那你是对我 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吗 这个什么意见呀 这个什么必然性 我就没明白 我就前后院 我就拿点东西 我这脸外丑 你生孩子我能不管你 那不都我凑着吗 就是你婆婆家盖房子 会侵害你什么权益吗 那会儿我们家已经有楼房了呀 不管你们家有没有楼房 我现在问你啊 不要管你们家有没有楼房 人家盖房子 会不会侵害到你的权益 我在怀孕呢 你盖房子跟你怀孕有什么关系吗 就人家盖 就是你婆婆家盖了房子 会不会因此导致你没了房子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损失 就会导致我没有房子 导致你没有什么房子 没有我自己那套房子 为什么呢 那你盖这套房子 现在这会儿盖房子是什么意思 轰我去回我娘家要房子吗 不是人家盖房子 怎么叫轰你呢 因为其实这样姑娘 你看没有给你房子呢 是你娘家的您的父亲 对吧 那么我不管什么原因了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你娘家的事情 对吧 对 然后婆家这边盖房子 谁都不能 我相信大家能不能听出来 这个好像是在撵他呀 你怎么会 盖房子是什么 盖房子是盖得越来越大 让我理解的是让你过来住 对吧 我们会这样理解 那不是宅基地之内的 是宅基地之外的 对那也是多不是少 你比如说啊 你要房子没要来 好你不要来房子是吧 如果我是你们婆家 你可这样 可能大家会认为是在年纪走 你要要不来房 我明天就决定把我们家所有房子全拆了 住大街上 这可能是年纪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在你怀孕的时候是需要安静的一个环境 对 而这个时候他们要盖房子还可能涉及到很多这种拆房子啊 重新再建啊 环境很混乱啊 是不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涉及到这个问题 你认为在这个时候可以把孩子生完之后 孩子稍微大一点再盖 对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呢 免得说这个对孩子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不利 你是考虑这个因素吗 我试着去理解你 有这个因素 有这个因素 东西院两间都盖 你说我们家家中间不盖 那就是上面两边高峰中间低远 有的人家呢 盖房子是要先拆旧房子再盖新房子 那当时婆家也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也就是你住的那个房子是不动的 对不动的 然后又在另外一个地方盖了一个房子 在另外一个地方还不是你们这个院里 对 当时所有工人 然后所有的工具都得放在我住的那个院子里啊 就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不是这样 就是在你的想象当中 婆婆应该怎样做 那么每一个人应该怎样对你 你有你的一套标准 当别人违反了你的标准的时候 你就认为别人所做的事情全都是错误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我刚才我在听你的这些事情啊 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其实别人做的这个事情 并不一定到底是真的就是错了 但是可能呢 如果说真的是有问题的 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违背了你的意志 只要违背你的意志 你都会判断成错误 而且呢 你刚才说 你经常会说一句话 我要是婆婆 我就不会怎样怎样怎样 这就是来证明 你对于婆婆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 其实姑娘 这个可能我说一句话 可能会让你有一些心里不舒服 没关系 你说 因为我刚才听到呢 你跟这个你的父母呢 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异了 那么会不会是说你从小呢 因为缺失了一段教育 就是你没有看到过你的妈妈是怎样对待婆婆的 所以说你不太理解了 在我的印象中有过 因为我亲生母亲包括我后妈也好 都是跟我奶奶有过一段不愉快 然后有过不愉快以后呢 喊不喊妈妈呢 喊娘嘛 比如有的时候喊娘 有 但是中间我爸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其实还是对老公不太满意 对 就是他觉得他丈夫不太作为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位姑娘在这个过起了婚姻生活之后的一个 就缺少一个支柱型的一个力量 你跟我妈吵成这个样子 跟我吵成这个样子 四年多了 我还怎么可以 就是说你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生长的过程 我相信奶奶是挺爱你的 但是除了奶奶之外的人 有多爱你呢 你觉得呢 你满足这种爱吗 因为我觉得除了我奶奶 我爷爷 我爷爷已经过世了 除了我爷爷 我奶奶之外 其他人就是 我娘家人 其他人对我呈现非常大 重男轻女人 你家就是 就是说你 就是说当一个人 他的性格 与外界世界非常对抗 然后他的思维方式呢 呈现出由于内心缺乏安全感 以及自卑感 所以他会认为外界所有的东西对我都是威胁的 那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是怎么来的呢 或者说情绪反模式是怎么来的呢 一定是这个人从小缺乏爱 缺乏一个稳定的被爱的一个环境 然后缺乏人和你一个友好的连带方式 作为一个女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保护自己 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 以及一个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外界 因为你从中所看到的都是不太美好的东西 明白吗 所以说你看人的角度呢 都是用埋怨恨讨厌 反正都是负面的情绪在看 所以我试图现在在理解你 我觉得你在这种好像似乎不太招大家喜欢 但是呢在背后 实际上这句话 我觉得相反也成立 人家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泣之处 可泣之人其实也必有可怜之处 就我觉得你的成长环境 是应该让你爱人 就你的丈夫很好地理解你 你的这套思维方式从哪里来的 然后怎么更关爱你 可能是这个是特别重要 像他来说是结婚 办赖妈的东西啊 或那个药房子啊 赖妈到这一系列 他就感觉他去爱 跟我拆住就更去爱好 没关系 的确是听到这儿呢 对您会有更多的理解 从您反复强调地说是单亲家庭 以及你的之前的一段情感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象一下你对婚姻的期待 也就是说你希望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 一个家庭包括公婆 在我的印象当中 就在我我自己的想法当中 我觉得一个家就是寻思于丈夫和孩子 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就是老公不出去工作的时候 在家里边看着电视 我在一边打扫家务 一家喝喝美美的 哪怕就哪怕就在那儿听着我唠叨也好 我就觉得心里都特别踏实 然后就身边要要有他的存在 对然后周末的时候 这是一点 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 哪怕就是逛个商场什么都不买 逛个超市一起全家这样 我觉得特别温馨 然后第二点 第二点我真的我觉得我如果说我婆婆要把所有的事都拿上台面来说 不管我对与错 我哪怕就是说说出来之后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就很满足了 你可能经常和同学交流 有很多闺蜜 是吧 然后呢 他们都会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婚姻 但是可能你关注的都是好的婚姻 然后你说了 我第一次结婚了 但是没有一个婚礼 其实是一个遗憾 所以你特别希望第二次婚姻中能够去弥补 所以你对第二次有了特别高的期待 是这样吧 对 所以你觉得你婆婆只要有想法就有问题 就像你逼近我 让我感觉到你要杀我 那我就认同他 我就认定他 就是你的想象力都是负面的想象 那同时呢 你爸爸说了 哎 把你的结婚证 你的都弄了 我去登记一下 要房 你就想象 那一定会给我 对不对 你用我的东西当时给我了 你并没有去确认 爸 那是不是给我房啊 不是 你认为你想象是真的 最终 其实你爸爸就认为反正你这放着也放着 我利用你这个不能要个房 他是这么想的 所以你就被激怒了 你认为我的想象怎么和现实不一样啊 但是当理想和现实真的发生了不一致的时候 嗯 你就用愤怒来表达了 其实你是一个内心不太有安全感的人 然后也的确是需要别人重视你 就像我们刚才两位女性专家分析的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读懂了你内心的东西 是 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你有没有这么多年 有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去跟你老公更好地沟通一下 让他试图了解你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去好 因为怎么说呢 他在我怀孕还没有生孩的之前 这让侯女士对丈夫苏先生失去了信任 面对妻子的质疑 丈夫又会有怎样的回应呢 就是在歌厅聊得来的一个小姑娘 我觉得没有 他就那种 他没钱没闻谁跟他 你当时把我娶你娶家来的时候 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是想我怀孕了 我就必须要履行我的义务 他就发自内心的来 就是说我接受这个人 你跟他沟通过吗 他怎么回答你 我当时问过我 然后他当时什么的也不说 所以我既然憋了四年了 我就是当这种特别公众的场合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答案 先生你好 你好 你爱人在场上说的这个事情 的确属实吗 属实 我属实归属实 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过 只是聊天聊得来 当时你可是处在新婚阶段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呢 因为我的公众 因为他也说了 因为全是运势工作 全是夜班的生活 没有办法 这就是好多大车的老板 乱八道的朋友 谈点事 也就一个来月吧 那就断了 一直再也不联系 但是这个事情在你爱人心里头 落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他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这我知道 这我也理解的 所以你爱人刚才发了一个问题出来了 你还记得那个问题吗 说实话真不记得 你可以再问一遍吗 我觉得我不想再说了 这种 我跟他说的话 他都没有往心里边去放 那可看 我在他心里边从始至终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 先生 我来替你爱人刚才 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 到底你是因为他怀孕了 要对他负责任才娶他 还是说真的因为承认他 接受了他 爱着他 才娶他 我爱着他 那你既然是爱着他 才娶他 为什么会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就有了这样的一些行为呢 谁都有异性朋友 比如说他要跟男的聊 但是男友说 我不让他去跟他聊去吗 有男友说是一个倾诉的对象 没有说拿他去发现 或者说做种 那个对不起家庭的事情 刚刚结婚呀 跟婆婆 跟谁都没有任何冲突 那你为什么还有 还有倾诉对象呢 倾诉 倾诉什么 倾诉啊 我老婆怀孕了 我多么多么的难 他们这孩子就不对 不能瞎胡来 是不是 你老公经常夜不归宿吗 以前 除了晚上干活之外 据他自己说 是他跟他朋友一块去打牌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老公 他是做运输 运输 对 比如说的确是需要晚上 经常在外边跑的 咱就说 我干的工作没有办法 我必须天天晚上出去 我爱老爸 我别挖回来 头湿点 你低谷回来 咱就这么说 摆个桌子 做个小院里边 能不能谈这事 谈事不一定非要去娱乐场所 所以让你作为一个 再次把所有希望寄托于 在这次婚姻当中的一个女人内心 有了非常强烈的这种恐惧 你现在是每个月挣的钱交给你吗 不交 他的钱都怎么安排 我不知道 到现在四年 你没有 就家庭开支谁来负担 婆婆 公公 还有我 然后他有 他有一部分 但是很少 他也挣不了多少钱 也就他的钱肯定不交给你 有可能会交给他妈妈 作为生活费是吗 这具体我不清楚了 我儿子给一元 给个五六千块钱 我们俩有一次干完账之后 然后他就交了我一个一万五 是存在我的工资卡里边一万五 我都不知道 之后再也没有了 其实他觉得我花钱花得太厉害了 据侯女士讲述 由于丈夫的工作性质 导致经常夜不归宿 并且丈夫的收入也没有交给家中 这让侯女士十分气愤 面对其子的质疑 丈夫又会有怎样的回应呢 从结婚那一年开始 干了活的钱基本就往家扔 就往 因为电脑珠嘛 有一个初期 我说今天晚上挣多少钱 我把钱就给你搁带 你要花你就自己拿 是这样吗 是这样 然后是结婚之后 然后那个 因为筹备婚礼嘛 啪的想法是 他父母就是 毕竟他结过一段婚了 然后就是那个婚礼办的比较浓 花的钱比较多 然后他就不想再让他父母出钱了 不光是他的 他那点钱 然后包括 就是当时他妈给的我 那一万零一 也补贴 那个里边了 所以你们结完婚以后 可能紧接着 就是婚礼呀 包括要了孩子呀 这里面也的确要花很多钱的 对 那您不能说怪他 大手大脚都花掉了呀 在这后期了 后期了 我都说啊 我给他多少钱 我挣多少钱 我都不知道 你认为你的爱人 现在最不能让你接受的问题是什么 说实话 哪个男人都接受不了的事情 这电话呀 一打起来 没接没完呢 什么意思 比如说啊 咱俩 比如说啊 她有媳妇现在在这儿呢 这电话啊 说过来两句 抄了起来了吧 比如说你现在不跟他吵了吧 你把电话挂了吧 就那电话 只要你不接 那电话老给你打着 就不依不饶 对 那天晚上我说去四泽那儿 说办点事 因为门口家里有点活 想干点 谈了之后洗澡去了 没跟他说 咱俩说 一看手机啊 十个未接电话 还有我弟一个 我给我弟回了 弟说 你请给我打电话 我知道什么意思了 我知道了 因为先听一下 他也打过 我所有圈里 我所有外围的朋友 和圈里的朋友 他基本都打过了 连那一年 我给你开大车的老板 他也打过 他为什么要这样的 去把你周围的关系的 电话号码都摸得如此清楚 每天要一个电话 如果不接 要追十个电话去查你 对 为什么 我前天是有过矛盾 和后期的 说完之后 该他是过日还是过日了 但就这个事情 你在家里 有没有跟他好好沟通过呢 沟通了 让他放心的 不说话 他不演样 苏先生上场后告诉我们 妻子的不屑人 让苏先生十分痛苦 身边的朋友 经常接到自己妻子 侯女士的电话 这让苏先生感觉特别无奈 自己曾屡次想找妻子 沟通一下 但是妻子只是以沉默面对 听到丈夫的讲述 侯女士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件 让她十分气愤的事情 这两件事之间 又有着什么关系呢 2015年1月1号的时候 他舅舅从天津过来 这事我不知道 然后他和他妈一直在强调 他妈说了这个事 我没有听到 我就跟小夕 我那儿孙女说 明天你大姨来请客 你舅舅他都来 是有一天 我下班回家 他跟他妈在厨房里边 在说一些什么事 然后我过去 我就问他 我说谁来呀 他说你爹来 他的原话 然后我又追加第二次问 谁来呀 没跟你说你爹来吗 这话是他说的 那好 1月1号我等到快中午了 我爸没有来 那我理所当然 我带孩子可以出去玩了 嗯 我不知道他舅舅要来 如果说我婆婆 或者他 他在桌面上说 说1月1号我就来 你看你是 那个回娘站也好 还是在这也好 对吗 舅舅来这个事 导致你们又发生新的矛盾了 是吗 他两个不理我 我能上岚跟他说的 你想想呢 侯女士告诉我们 因为这次舅舅的到来 夫妻俩原本商量好的 让侯女士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计划 也因此搁置了 然而没多久 丈夫却提出 要自己出去游玩散心 这让妻子侯女士觉得 丈夫置自己和孩子的感受于不顾 与丈夫再次争吵起来 我相信您先生的提议的时候 他是出于好心的 的确是想缓和关系 对不对 拿着钱哄你们他开心 是这样的 你指着他出钱 我告诉你 很难很难 比那个奶牛下奶动 但是我问你 您做的怎么样呢 真的 从始至终都是这样 不管是对他好 你看 你看 您这人有一点毛病 你说点实话 您说他 怎么出钱 比奶牛挤奶还难 但是他为什么要主动 提这个提议呢 你提完了之后 你给我钱呢 钱呢 也就这个事情最后没有落实 对啊 成了一个空头支票 对啊 不仅成了空头支票 是从元旦之后 发生这个事以后 变成了老公提议 自己去玩 这就更加惹怒了他 您这想自个儿去玩的想法 后来实现了吗 没有 也没去成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很少问他俩的事 他也不理我 有什么话 我就说了我儿子 是不是 你有没有想过 真是像他说的 你把钱直接给他不得了吗 五千块钱 他少了他自己贴点 你给他让他自己安排不得了吗 他贴不了钱 全是我的付 那就出就得了呗 五千块钱 你是不信任他吗 真不信任 不信任什么 你怕他把钱拿去挖掉了 并没有带孩子出去玩是吗 说实话吗 说吧 那就是童年的事 童年 我干了一年开大车 一个月六千块钱 我花一千 孩子一千 给他存四千 年底都知道说 家里得要盖房 盖房要关账 对吧 干了男子 干了六 四六 两十四 他到年底 一个蹦本没过留 钱给他了 没了 钱去哪儿 不知道 他俩是我不差 我一般的生活家里条件 真是我 据丈夫苏先生讲述 自己在经济上 对妻子并不信任 因为过去自己 交给妻子的前部之去向 妻子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当时妻子的一个行为 更是让丈夫怀疑 妻子把家中的积蓄挪作他用 也就后来你发现他也有一些情感上的偏差 对 他实际上还去见面了 还去找的了 是这样 也跟他是咱在线上认识的 然后一直都没有见过妙 没有见过妙吗 没有 我告诉你 我派人子都告诉你 我不行我死罩给你看 我见没见过 没有这必要 怎么着没有这必要 什么都没有这必要了 你有句实话吗 你有实话吗 你怎么确认他们见过面 也看那手机呢 无一种感染的 你现在跟着我了吗 没有啊 见了吧我也不太清楚 对啊那你不清楚 倒是见没见 那可是我干了一年钱 钱呢 所以你把这两件事 联系在一起去想 那作为任何一个老爷们来说 作为你老爷们来说 那我认识我的公司卡 我也往里边放钱了 我的钱呢 我没花吧 我花了吗 那请问我的公司卡 我没看见你 你哪个是什么样的 那我也没看到 你这么说 我也没看到你钱 家里的钱是这样 先开始卡在我手上 他觉得我花得多 之后他把卡拿走了 密码是我的密码 钱呢 在里边 钱是在里边的 然后我最多 每次就是不够了 就是阶级的话 一次也都取个三四百 然后差不多就开公司了 那会我一个月 基本公司是两千八百块钱 那么年底应该卡里还有钱吧 然后虚拟器体那个钱收到 我真不知道去哪了 也就是你也不知道钱去哪了 对 你手机绑定的 不是我手机绑定的 你别说他错 你说他就跟你提 那就这个问题 我想问问您 的确有这么回事吗 是有这么回事 但是我跟他 前来他住宿我家里的时候 怎么认识的 微信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虚拟空间 他只是我一个倾诉的对象 我随便我都可以跟他说什么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男人 他如果是一个女朋友 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女的我也聊过 我也跟他说过 也选择了有女的 对 同时你在跟很多个网友 在这样聊是吗 对 那男孩子还小了 有时候12点都回来 有时候1点都回来 我不知道干嘛去了 你见过他吗 没有 到现在都没见过 没有 你们过下留了有电话号码吗 有 都报了警了 谁报警的 你报警 因为什么报警 因为他不给我手机 他当他发现的时候 然后呢 他不给我电话 然后我打110报警 说我手机找不到了 那一次他又打了我 我想问问您女士 您这么做 刚才通过您的这番话里头 您是想 你就是想报复吗 不是想报复 因为我觉得 跟他说没有用 我身边没有倾诉的人了 我只能靠磨充的关系 来倾诉我内心的对象 我跟家里人说家人肯定先送我的 对 那他说他劝你三回是指什么意思 就他发现这个人以后 让你不要再跟他来往了 可是又发现了两次 他没有他没有说直接了当的说 他直接把那个人删除了 嗯 那后来呢 你又把他恢复了 对 又被你发现了 这样三回 不是说三回 删了一回 跟他聊一回 再删一回又跟他聊一回 我说你别跟这男的聊了 他说他还是过日子得了呗 你劝我 我也该说 该能过日子还是过日子 对吧 劝三回 第三回不听 把手机拿走了 人报警了 说就说人家要出小头了 把手机拿走了 不点事都报警 不点事就报警 从您看到的信息当中 您能够断定 他就是跟那男的 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吗 不是那聊天内容 确实我记不出来 是什么样子 他跟他们姐妹 应该是在 二七长那块 有姐妹 跟他聊过吗 说去见过吗 我只能看说看那个 警察给他男的 打电话了也 嗯 常员班 我来三回 东四之家接的一回 这就是原法 你是想及时的 制止这段关系发展 对 但是没想到 他不配合你 他制止我 我撤回来了 对不对啊 对 那我说我制止你 我劝你三回 你都不回头 那做一个老爷们 来说 如果说真发生 这件事情了 你会不会造罪症 你会不会骂他呢 他说你会不会 跟他离婚呢 再说实际点的 那请问 三年了 我劝了他三年了 他从始至终 还是这种态度 对不对 你玩他还能 从晚上七点 每天都这么准时 晚上七点钟 一直玩的 有一次一宿 早上起来 五点多没回来 我个人认为 你们还有过下去的基础吗 信任没有了 不不 我不信任了 我对他爸都说 他说他 他还是过日子 我还跟他过 可能现在这样 连理人都不带理的 然后作为你主人 你要有儿子 娶了一个儿媳妇 四年没叫你一声 妈 你会怎么想 比如说有哥的没哥的 老伴长辈 我尊重您 我可以低声家气 我现在都劝我妈 我妈 她回来 你就当个傻子 该做饭做饭 该吃饭吃饭 该哄孩子哄孩子 什么都别言 你就代价当个傻子 其实 我说儿子 我说凑着吧 凑着人的孩子 这么大 别拥着离婚 都不好 可是儿媳妇呢 叫这儿爸妈 都不愿意叫 你要娶个这样的媳妇 能把你呕死不呕死 就装傻子 装弄 什么都听不见 什么一看不见 就给做饭 看孩子 敢家务活 那您要有这么一个老公 别说老公 老丈人在院躺着 人去看一眼 都得死结白裂的 让我拽上去 那这样的男人 我要的干什么呢 您那天也是当天 跟我说的 您是事实是这样 我到舅妈死了 我妈也回老家 天津 按说这礼来说的话 婉妇应该去 批妈带孝 去跪那去 对吧 说实话 人家不居不饶 说没人看孩子 我说抱着孩子去 看你爸去 人家说不行 我问一句话行吗 您说 吵到现在了 还想过吗 说实话 不想 没法过了 人家 愿意 我希望他俩好好过似的 孩子那么老高了 谁舍得你 你想过要好好过吗 我想过过 我为什么不理他是有原因的 说这话 说出来也不是 不说还不是 那我这话怎么说 对不对 就拿简单的书出去玩来说 我觉得这事 跟他老周这事 根本就不搭搭 因为这是发生之前 很久很久就在讨论的事 那你说我说出这个事来之后 你又说我这个 那个那个 全都 卡一某劲 全都推到我身上的不对 那请问我哪个做的对 哪个做的不对 或者哪有马途不客户 让两人就报警 那这不是跟你家开的 是不是 我来听听专家怎么评判 这一番我觉得 其实挺还原 你们生活的常态的 刚才你们俩这一番吵架 说实话 我听的内心特别不舒服 如果说夫妻之间 就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刚才这段对话 太残酷了 其实从我个人 咱们就说 从你们俩刚才表现的 这个态势上 互相没有尊重的 这种态势上 如果去衡量一桩好的婚姻 你们俩相去甚远 但是从刚才孔曼问的 非常切合实际的 一句问话当中 我又听出了 你们俩又根本离不了 这位先生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应该是没法过了 因为人家不乐意 你看啊 其实他还是想过 然后你说的是什么呢 直接就说的想过 所以说从这个潜意识表明 那就是你们俩实际上 这婚恐怕也很难离 就是质量不高 可是可能还要过下去 可是过下去怎么过 就必须只能调整 其实从前面你们发言的 那种残酷性来讲 我是听明白了 你们俩没一省牛的灯 互相说吧 你真是的 不怕说吧 但是呢 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说实话过都是很 就是为了一个所谓的家庭 真的为了一个所谓的家庭 核心实质的东西还剩多少 我觉得真的挺残酷的 而且你们对你们四岁的女儿 就是让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嘛 那你说从对第二代的负责人来讲 从你们俩相互负责人的来讲 过下去还有什么劲 但是你们俩刚才这个发言 你们俩又绝对是想过下去 然后又想再找方法 马建老师有一段话 问的特别好 马建老师抛给女孩子 当然男生还没有上场 问你一个 让你描述一下 你理想的生活情景 你谈到了两点 一个是温馨三口的独立生活 其实表现的 所谓逛超市啊 或者三个人看看电视啊 等等等等 是想要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 第二是想要一个 很好的透到桌面上的一种沟通 他说人做下 你一说他都不行 其实你心里是明白你要什么的 其实你这个孩子 主要就是要破除你的理想化 你的敏感 以及你太迁细了 就你以外表的一个 特别疯狂的一个样子 表现着内心的迁细 如果你认识清楚以后 日子不是没法过 这位先生 我觉得你也要知道 妻子脾气不好 实际上结婚以后 你是他的一所学校 如果他持续性的脾气不好 也一定有你的原因 比方说 你是不是在婆媳之间 或者说在有些地方 再作为一点 或者说他从小苦 多体调他一点 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支支绊绊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俩 我的态度是过也可以 不过拉倒 先生 您觉得您这日子 怎么着 是您满意的 不考虑他 不考虑妻子的性格 什么都不想 就说我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您描述一下 我是想过踏踏实实的日子 怎么踏实 没有 所以看起来 二位对于婚姻生活 还真的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按说这么低的标准 最基本的标准 可是在你家还挺难 难在哪 就刚才二位对话那一番 那就是一个打架的导火索 谁都浑身带着炸药包 只要对方一点火 马上就爆炸 甚至于自己都不明白 到底我要什么 您瞧他要的就这点 所以我们说起来呢 为什么 标准将到最低了呢 是因为你连最低都没有达到 于是乎最低成了你们的奢侈品 我是这么看 我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 真的 你找谁 过不了 四年 你找谁也过不了四年 我倒觉得这个妈妈特别伟大 能忍受这么一儿子和这么一儿媳妇 四年 我觉得她还没报 要我得报八二次警 对不对 她还能忍 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 对于你太爱的一个母亲 让你过睡不着 我就坐一边坐着 不厌仰 我有忍耐性 我真不厌仰 你这样的 找谁能过 你给我选出来 我这位女士 谁能容忍 我知道我自己 对不对 谁能容忍你 还来一个什么 我特别希望没烦恼 谁跟你过没烦恼啊 你琢磨琢磨 说几心里话 二十来 浪当岁 三十岁 看得跟八十似的 谁没烦恼啊 这没办法 你怎么还能觉得 谁跟你过让你不烦恼呢 你说呢 就你亲妈跟你过烦不烦 你自己说 说实话 烦 对 你去想想 亲妈都烦恼 这不是亲妈呀 我就烦我 也得忍着 他俩打架 我都不言 我没跟你说 我就吓得我哆嗦 所以说你们俩 如果还想享受婚姻 就你们俩混 也别祸害别人 如果说不想了 你们俩 得有这个独立生活的能力 你说呢 独立生活能力 我有 他也有 孩子呢 孩子 孩子给你妈 不就这意思吗 就延期他家的家庭 是这意思吗 你妈他嫩倒霉呀 他不像 如果说他呀 他要像您似的也行 所以说你们俩 你去得干嘛呀 哎 等会 兄弟 你想找一个这样的媳妇 这么有独立的方法 确实我 确实快不客 他不行 不 那你找的媳妇 就是那样的 人家 这样的女士 嫁的老公 是外边那样的 你明白吗 我一天我这次 我给你哄着 孩子我就不懂得 叶了说实在 我在插摩你们说 我累不累呀 他已经认可 自己控制不住情绪 对不对 那好 你们俩在一起的话 就是需要你去包容他 然后他适当的收敛脾气 你同时对家付出多一点 他对你恩爱再多一点 就是从这开始的 像您说的 你一开始起 不是就是奔这来 不是 那这个梦做的有点大 不是就像您说的 俩人背个帮 站下帮 一点就着 那就卸炸药吗 可是卸不下去呀 刚才您一直在观察室当中 看着现场 对不对 你觉得您妻子在什么时刻 是最温柔 最可爱 和最让您觉得心疼的时候 哭的时候 他为什么哭 刚才你们上场之前 他为什么哭 受到委屈了 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专家 都在理解他 都在站在他的角度 去了解他 试图去了解他 达到理解他的程度 说到他心坎上去了 所以他哭了 他这个哭 不是因为可怜的哭 如果说他时时刻刻 背着炸药包的话 他不会哭的 说明他还是有温柔的一面 只是你没有懂他 其实要他调整 还是要从你这下手 四年了 调整了多少回 跟他说 不理我 嚷 他也跟着我嚷 吵 一块吵 打一块打 四年多了 你觉得还能从地基似的 一点点往上起吗 那你觉得他那个鸽子 能解开吗 这段生活说话 我想结束 我不想再过下去了 真的很累 正当专家老师 在为夫妻二人的未来 寻找办法时 苏先生却突然坚持提出 要结束这段 让他精疲力尽的婚姻 听到丈夫这样的态度 侯女士的情绪 又一次激动起来 那也就是说 你今天来这 已经做好了 想离婚的准备 真的很累了 你直接回答我 是这样吗 是啊 这个想法 跟你妈妈商量过吗 我没必要跟我妈商量 妈妈知道吗 她知道也无所谓 不知道也无所谓 因为毕竟是我自己 生活 跟我妈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 我尊重您的说法 的确是婚姻是自己的 对 要不你让她分开一阶段 住一阶段 回家住一阶段 再回来 行啊 你这么着也不是方式 知道 我嫁点家四年了 我没看到你做哪一件事 是出于对你妈好 我对一堂人来看 我真真没看到 你出于哪件事 对于你妈来好 女士 我想打断你 其实 我们一直在跟先生沟通 是想沟通你们以后的日子 怎么过 在这个时候你的这一番 仍然像炸药包一样 顶上去炸 我听她这个没办法 三个四 我看那么多人 大家所有人过得都没有办法 为什么人家还能这么过 为了帮助侯女士稳定她激动的情绪 也为了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二人的内心想法 王剑一老师决定在现场为他们做一个互动的小游戏 这是你们俩经常的一个生活状态 一人背炸药包 是吧 你们俩呢 起来 在这个这个区域里转悠转悠 爱往哪走 往哪走啊 人背一炸药包 万无目的走走 夫妻二人依照专家老师的指示 背上了炸药包 按照专家老师规定 夫妻二人可以随意移动 妻子选择了原地不动 丈夫则在场上随意溜达 甚至迈步走到了后场 那么从夫妻二人截然相反的行为 专家又能看出什么端倪呢 炸药包炸了吗 没有 先生炸药包炸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炸 分别回答我一下 妻子你在场上呢 你先回答我一下 因为我是出于原地没有动 然后他走的时候也没有靠近我 来先生回答一下 为什么家老包没炸呢 没必要争执了 不争执所以就不炸 是吗 那还不得躲避呢 到后边躲着去了也不炸 是吧 然后你呢 回来不争执也不炸 来现在你们俩往近靠靠 胳膊贴胳膊 就是电笼站起 对站着 炸吗 也不炸 来转身背对背 贴紧点 摩擦两个人互相凑 左右凑 如果是炸药包炸不炸 先回答 不炸 不炸 妻子回答炸不炸 对啊 即便都背着炸药包 即便谁家过日子没个磕磕碰碰 还是不炸 为什么不炸 回答我 没有语言 没有语言了都 没有语言 你说 妻子说 因为状况都没有沟通了 不是 炸药包为什么没炸 两个人刚才都摩擦了 但炸药包也没炸 因为没有那个导火索 因为没有导火索 点起来 先生回答 不也是吗 没有导火索 也就是说 手里没那根火柴 没那点鸟的 是不是 对 总之不点那个火 没事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谁身上没背个炸药包啊 谁肚子里没点气 生活没点委屈 或者是家里没点难事啊 明白这意思吗 摘了 不 你想 你为什么着急摘 妻子没着急摘 因为你那个包比较沉 刚才两个包 确实一个包里有东西 一个包是空的 一个包是大的 一包小的 男人就得多扛点 所以把大的我给你了 如果说啊 想离婚的摘包 不想离婚的继续背着 面对专家老师给出的选择 夫妻二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面对专家老师给出的选择 苏先生选择了卸下身上的背包 这一举的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苏先生您不加思考的选择了放弃是吗 面对儿子的选择 观察世界的母亲 流下了惋惜的眼泪 不争气 一个人个人不争气 儿场上的侯女士 却一直坚定的背着背包 不肯放下 也许在她的内心 还是深爱着她的丈夫 不愿结束这段婚姻 那么面对妻子这样的态度 丈夫会有怎样的表示呢 你是你仍然背着她 也就是你对这段婚姻 还抱有希望 不管她做的什么样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她现在还年轻 还是一个孩子 也许等到她四十岁 五十岁六十岁之后 她会认清这个路 就她就觉得对你是充满希望的 即便这个希望可能很遥远 但是她依然愿意坚守 四年了 磕磕磕磕磕这么长时间了 真的 我实在是累了 我告诉你 我也累了 为什么我告诉你 我累了 因为在给我的印象当中 四年的婚姻 应该说四年半 在我的印象当中 你就是一个没有断断的孩子 包括走到今天 累什么 你永远都是由你妈的光环来叫的 我永远都是说 不管是我家里 我家有多大的委屈 我从来都不 都不跟我家里人说 我从来都没有说 我还有个爹 我就跟他倾诉什么 我不去倾诉 我不会跟我父母倾诉这些东西 可是你的父母又怎样做出来的呢 你又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你不不软下一点 老那么腔腔 那还有完吗 你三十而立的男人 你对这个家又做了什么呢 我有嫌弃过你任何东西吗 从认识到新婚 走到今天为止 我嫌弃过你家没有钱吗 没有吧 对吗 可是你们人你们做的怎么样 我一个步子没有说过你 这不好那不好 对吗 我多喊 丢人呢 不是 这位姑娘你知道吗 现在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呀 你呢想离婚 她不想离 所以你在深讨她 不是说我在深讨她 如果她 如果不能说永远都是我来改变任何东西 可是你要人家 你都没生活 你要人家 你也得一声作则呀 从第一次婚姻之后 我的提醒也改了很多了 既然是已经到这儿了 我们也看到二位的这样的沟通方式 我想呢 两个人继下去的话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依然显得水火不容 我们都能推测到 在家里边如果婆婆赛场 可能比这个会更厉害 如果说您的目标想实现 还希望跟她既过日子 性格无论是怎么来的 必须做调整 我直接给建议了 我直接给建议 那么性格是必须要做调整的 爆发一次 它离你远点 再爆发一次 离你就会更远 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 无论因为什么原因 无论因为什么原因 跟婆婆把关系 尽可能地处得 稍微好一点点 有一个变化 回到家 依然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 我估计 她白天都不在家睡觉了 我给你打个比方 现在有个方格 对不对 这是一个方格 你看到这个方格了吗 我看到了 这是你们的婚姻 这个男人现在连婚姻都不要了 方格整个没有了 可是你现在揪着 这个婚姻当中的这个点 看到这个白点了吗 现在你就就是这个点 一直在 故意不饶 这个男人 连这个方格都不要了 您说您在说 这个方格里面的一个点 他还想听吗 您还在纠缠这个点 还在问 当时婚姻当中种问题 现在这个先生 要放掉这个婚姻了 但是我非常感动有一点 我一直在观察你 从始至终 自从这个男人 卸下包袱以后 这个女士 不管说 我内心有多大的怨气 这个婚姻多么的不好 她仍然还在这背着 说明这个女孩呢 她也还是 有她可取之处 或者有她 闪光的地方 只是没有人去看到她 更重要的是 先生 你应该看一看 真的是一种执着 这个执着 又好了 我告诉你 引导好了 这个丈夫引导好了 是婚姻当中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质 但是 如果引导不好 她就变成了一个偏执 这我明白 说说我们俩 谁这种责任 说婚姻这个责任 俩人都有责任 当然 我不能说我偏向于说 她的责任 我也有责任 尽量这个巴掌 一个巴掌 你拍哪儿都不行 但是现在 所以说现在这个包 我放下下 那好 真的 你告诉我 你放下以后 你就下一步有安排吗 孩子怎么办 孩子说实话 咱说 要跟我过呢 也行 跟他过也行 我觉得先生 你刚才有一句话 说的对 走到今天这一步 无论你们选择分开 还是继续走下去 你有错 对 而且你要知道 实际上你的错误很大 在整个这个家庭当中 你应该担负起的 很多的责任 你都没有去担负起 是 这一点你要理解 那么即使说 你们今天走到这一步 假设你们今后要分开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你并不是卸下了一个担子 你身上仍然要担负起的一个担子 你要考虑到 你孩子未来的生活 也要去考虑到这位女士 她未来要自己的生活 而且我想 而且我想问一下你先生 你有没有考虑过 此时此刻坐在观察室当中 你妈妈的感受 毕竟这是我自己的生活 是我自己的 走的路 没有说让我妈牵着我走的路 要不你让她分开一阶段 住一阶段 回家住一阶段再回来 也行啊 你这么着也不是方式 她跟我离婚的唯一原因 给我的想法就是 她外边有人了 为了稳定侯女士的情绪 主持人提议 让王颖老师陪同妻子 到观察室内 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而在现场 其余专家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希望能帮助他们维持这段婚姻 之前你们讨论过吧 应该 之前还没有讨论 打架的时候就说 离了离了 说过吗 说过 然后呢 那说的时候你会思考吗 你会怎么想 因为我觉得当时就是气坏 您的态度决定了你的婚姻的走向 很容易卸下一个包非常容易 脱下来就行 但这些关系 卸不下来的 孩子的妈 卸不下来的 你的孩子跟你是血缘关系 卸不下来的 那个孩子即便跟了他妈 你妈妈仍然是他奶奶 也卸不下来的 这是血缘 也就是你跟这个女人建立的是一段血缘的关系 所以没那么容易 这我知道 我想男人责任是不是第一位的 所以留意你在场上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跟你说一些 关于男人责任的话题 告诉你 接下来 即便是离了 你以为你就能够轻松吗 根本就不可能 他肯定外边有人了 如果他不 他肯定不会跟我提出这种 说出这种话 你认为他外边有人了 因为他就是从2014年12月4号 14号到今天为止 他晚上吃完饭就走 吃完饭就走 不是 他吃完饭就走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比较冷了 谁也不理谁 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有礼意的 而且我作为律师呢 我办过很多的离婚案件 我办过的离婚案件 当当时也有离了负的 负了再离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像你刚才说的一句话 你说我们都想过上 踏实幸福的生活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追求的 但是这种追求的方式 并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去放弃去让渡 或者去我躲起来 那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就这样一个人 你为什么对他产生留恋 我进他们家四年了 我一直认为 他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就是所有的事 他都是依靠 他把他妈 现在我能够理解 你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 可能有你的不顺心 但是我想让你明白一件事情 即使你们现在离了婚 刚才主持人已经给你归纳了 你们之间的关系 割手 那么即使你们选择了分开 当未来你要面对 孩子的亲妈妈 要来看孩子 你此时如何处理 可能还会跟你有语言上 有争执 或者跟你的妈妈 有语言上的争执 其实面对的问题 跟今天是一样的 那么他爸他妈承担了很多的责任 那你有没有心存感激 我曾经有过 因为如果你嫁给这样一个小孩子 其实你们这三口之家都没法过一天 没房子 如果他妈说我跟你断绝关系 你自己待着 没房 没人接孩子 没人送孩子 没人管生活 可能你们一天都活不了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那你为什么还不感激这对夫妇 其实我经常会说一句话 但这句话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 我说没有让女人去温柔 是因为男人不够强大 如果当你没有去足够的给他 那个能够让他去温柔 能够让他去软化下来的 那样的一个温床的时候 你有没有试问过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问题 你刚才说 我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我想问你 你安稳了吗 没有 对了 这句话你要去明白 其实我为什么问你这句话 如果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自己先要做到那样的责任 你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您知道我为什么就是脾气 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其实我不是现在这种脾气 您知道吗 我之前我之前就是因为孩子那个 刚生出来是低血糖的时候 我那会儿做下了一个病 就是那个产后抑郁症 然后觉得就是包括我自己的父亲在那 你知道吗 主张受过不对 你们就都不是好人中那种感觉 当我们一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的时候 您首先提出来的是我有很多难处 我非常难我无法改变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那恐怕后边还会有一些比较难的事 可是我的难处我从来不往家里待 对无论是你工作也好 无论是家庭生活也好 越往后我认为你那个负担会变得更加沉重 既然有很多事情 我们隐约能够听到一捕捉到一些信息 我只是说一定要给自己警觉 一定要让自己提个醒 让我们的生活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这样的状态中去进行 而且你今天在这这么大这么坦诚的说出来 你不怕你观察室当中你妈妈听到以后对你担心吗 我做的事情我心里有底 我有自己的底线 该碰什么我去碰 不该碰什么我不会去碰 所以说今天来讲如果你要这段婚姻 你必须得接受他所有的家庭 你能理解吗 你必须对这个妈妈 这个爸爸心存感激 是他们帮助你们这个三口之家能够支撑这四年 如果他们不帮助一年都支撑不了 你说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态度 今天晚上说什么话吃完饭 天天晚上七点从家出门 上人家铺了一块烘烈灯那 那有一小沙子厂 卖沙子的 哥仨 爷仨属于这事 一个五多岁老头 一个四十多岁 家为三十多岁的 这属于爷仨了 三十斗地主 天天晚上没事 斗到十一点的那种 乖乖回家睡觉 没别的事干了 你越说的不好 我们越不理解 你为什么还要留下 你能理解吗 只有你说 其实他有的地方还做得不错 所以我很留恋 如果你把他说的是个垃圾 我们就认为你是病人 为什么 一个垃圾为什么抱在怀里 为什么那么不舍得 你一边把他是垃圾 一边紧紧的抱着他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理解你的行为 除非你说 这个垃圾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我舍不得的 才能唤醒这个男人 他认为我在这个女人的面前 我有价值 这个女人到现在还傻乎乎背着那个包呢 你觉得你碰到这么一个女人 你觉得是你的福呢 还是你的祸 有福也有祸 那那个福祸总相依吗 就是你怎么评价这个事啊 你不要一时冲动 光想到它是祸 就是说你想想看 就你现在这种生存状态 你妈能包容你 咱换个女人 人家包容得了吗 那既然他能包容你 他不图钱 不图什么 他就是脾气不好 你能不能多体谅他一点 因为他那个生长环境 真的没你幸福 我对我理解他 你假如说他到你家来 咱先说他也调整一下脾气 更可爱一点 然后或者说你们更给他一些关爱 让他能够找到他小时候 就是说没有找到的东西 弥补到了一些父爱母爱 丈夫之爱 是吧 给他更多的一些关爱 是不是他就没有这么强势了 其实直接影响的是什么呢 是你们的孩子 我倒是觉得说可能你妈妈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老人还有一辈子的生活经验 可能对你们这个离婚的事情 可能还打官一点 但是说孩子是无辜的 所以我觉得你最难卸下的一个包袱 实际上是这个孩子 我觉得你今天在场上的表现 虽然说他的性情太过于偏激 说话呢过于有时候较真 所以可能得到的批评比较多 可是真的还原到他那个位置上去 来你现在坐到他那个位置上去 在节目现场 建议老师希望苏先生能对话位置 体会妻子的情感用心 面对建议老师的提议 丈夫会做何选择 先生的这种举动让我们重新燃起了希望 而这个举动是否能成为这段婚姻的转折点呢 在建议老师的提议下 先生又背起了他的书包 这一系列的举动让我们看到了丈夫心底最后的那点爱 也让婚姻有了新的希望 你觉得你能理解他的心情 有了先生的表态 我们对这段婚姻的未来看到了更多 也看到了更多的爱与理解 然后你把你的生活想清楚了 也要跟你妈妈好好地沟通一下 让老人不要担心 也让老人不要再为你们掺和到这些事情 最后先生来到了观察室 此时侯女士通过王颖老师的疏导也平静了下来 夫妻二人和婆婆交流了意见 愿意从大局出发 再给彼此半年的观察期 再给彼此最后一次机会 栏目组也希望夫妻二人能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和沟通方式 与老人不再争吵 与孩子不再有负面影响 与彼此不再有尖锐的攻击 希望他们在以后能迎来新的生活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感谢观看